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抬头五月处再看凉堂进寒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宇茶馆至话说藏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 攻破长安 李渊假意 服随朝 你来我往 李密大败 汪世冲 得到大军惨败的消息之后 岳王杨童呢也只能苦笑了 要是在平时啊 一个败的这么惨的将帅 早都被砍成肉将了 可是眼底下岳王能杀王世冲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不但不能杀 还要慰劳他 犒赏他 捧着他还得哄着他 要不然怎么办呢 就剩这么一个了 是不是 有王世冲在 好歹还能牵制李密 你要是把王世冲杀了 东都转眼 可能就会被李密给吃掉了 对吧 虽然王世冲屡战屡败 可还得要鼓励他屡败屡战 不是 所以呢岳王杨童 不但丝毫不敢责备王世冲 反而派使节前去 想王世冲宣布特赦令 又赏赐他金银绸缎美女 百般的劝慰 让他回洛阳 吃了败仗还能得赏赐 不知道王世冲啊 有没有感动的热烈盈眶 哎 不过既然朝天如此的厚爱 王世冲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随后呢 究极残佈一万来人 就回了东都了 驻扎在这个寒家城 就是今天洛阳北城内 只求呢自保 不敢出战 李密连拜王世冲 设系大臣 随乘胜进攻东都 一举夺夺取了金庸城 李密命人将城门 城墙 关底民房等全部休息一心 将瓦岗总部迁进城内 对此呢 对东都进行威慑 随后呢 李密拥兵三十来万 在芒山南路列镇 禁逼洛阳上春门 正月十九 杨同命 金子光禄大夫段达 民部尚书 为今出城御敌 段达率部出城后 远远望见李密 军容盛大 心中恐惧 为其接战便撤出战场 李密指挥进击 为今兵败身亡 眼看李密的场面 越搞越大了 东都附近的一大批随朝官吏 赶紧率部投降了李密 而远近的义军首领 什么窦剑德了 租垂了 孟海公了 玄朗了等人也纷纷的呢 就前使奉表 鼓动李密 抓紧时间 登机称帝 属下的陪人机等人呢 也劝李密 早正位号 这个时候李密就想了 我要不要当这个皇帝呢 哎 看个现今天下 行是一片喜人呢 耳朵当中呢 也一片阿谀奉迎之声 是不是啊 大伙都愿意让我当皇帝 稍微不淡定点的人呢 很可能这时候就心花怒放 笑纳了 得得得 我当了吧 这皇帝 而李密啊 他和李渊一样 他知道啊 属于自己的顺天还没到呢 他还知道 劝他当皇帝的人 基本上都是心怀鬼胎的 咱们说窦剑德这帮人吧 他们如此殷勤劝劲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让他李密 结结实实的成为隋朝的靶子 最好把四面八方的官军 都吸引到他李密身边 好让他们躲在背后 茁壮的成长 等瓦岗和官军斗得两败俱伤了 他们再坐收愚人之力 轻松的摘走胜利的果实 哎 这就是窦剑德这帮人的花花肠子 至于说手底下 陪人机这些人 倒也不能完全抹杀 他们的拥戴之意 他们也是确信 确实呢 这个诚心实意的想拥戴李密 只不过呢 他们拥戴啊 也不可避免的 也掺杂了自己的私心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李密啊 要是当了皇帝 这瓦岗就成立朝廷了 那瓦岗的老少爷们不就 也立刻跟着升哥了吗 或许一不留神混个宰相上书 什么当当对不对 哎 什么左谱业右谱业当当呗 所以他们才会把这小算盘 打劈里啪的响 一心想把李密的鼓都称皇帝 这些个小心散 李密心中弄有数 所以呢 面对所有人的劝金 李密只说了八个字 东都魏克 不可一辞 这边东都魏克 不可一辞 那边呢 在大爷十三年末 自称秦帝的薛举 击败了李洪之和唐碧 吞并了他们的步众 一时升为大振 号称拥有大军三十万 不久薛举命长子薛仁果 出兵禁为福丰 就是今天陕西凤相 准备和李渊争夺观众 李渊立即做出了部署啊 命军队兵分两路 一路由李世民率领 攻击薛仁果 一路由江墨和斗鬼率领 自散关出发 就是今天陕西宝基 进攻薛举的根据地隆幽 在对付薛举的同时 李渊又命李孝公率领一支军队 越过中南山 就是现在的秦岭 向山南和巴蜀地区进行扩张 12月27日 李世民在浮风大破薛仁果 并一直把他追到了隆山 薛举大为阵恐 担心李世民越过隆山前来攻打 连忙问他的属下 说呀 我的爱卿们呢 自古以来 皇帝有没有投降的呀 皇门侍郎楚亮回答 原有赵托 归府西汉 刘善是入室晋朝 尽有萧崇 子孙弃尽 有享富贵 转祸为福 故意有之 魏魏清好元 急不上前 大声道 陛下不应该问这种话 楚亮之言 又是何等的荒谬无腻呀 从前汉高祖刘邦经历了无数失败 刘备甚至连妻儿都不保 但最终都能成就大业 陛下岂能因一次小小的失利 就做亡国的打算呢 薛举这一听啊 发现自己说的话不应该的 甘笑了几声 说哎呀 我不过就姑且 就试探一下各位的态度 没什么其他的意思 随后呢 便重重的赏赐了好元 并且引为呢 心腹智囊 12月下旬 平良郡今天宁夏顾元县 留守张龙 何池郡陕陕西西凤 这个陕西凤县 太守肖于 福丰郡太守 窦晋等人相继归附了李渊 李渊玄即任命 窦晋为公布尚书 封燕国公 命肖于为李布尚书 封宋国公 与此同时呢 西路军的江沫和窦鬼 禁底长道 今天甘肃这个李县东边 遭到了薛举军队的阻击 结果兵败不得不撤回了长安 南陆军的李孝宫啊 进军秦陵以南 击败了盘踞在此的租槌 部将呢 建议啊 将俘虏全都杀了 李孝宫说不行 要是把他们都杀了 以后谁投降啊 随即将俘虏全部释放 此后李孝宫继续南下 从金川就是今天陕西安康市 进入巴蜀 西温所到之处 有三十多州归降 长安被李渊攻陷之后 驱途通唯一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天塌了 因为李渊一信成 就逮捕了他所有的家人 显然是为以此为筹码 逼迫他就范 驱途通是悲痛欲绝 可是他没有就范 当长安的那个家童 哭哭啼啼的前来诉苦 和劝祥的时候 驱途通毫不犹豫 就把他给杀了 他以行动向李渊证明 为了当一个随朝的忠臣 他准备牺牲他的全部家人 驱途通随后命桑险和镇守通关 自己率军东夏 准备投奔东都 可是他前脚刚走 桑险和后脚打开关门 投降刘文静了 刘文静立刻命斗崇和这个桑险和 清帅这个骑兵一路尾追 终于在这个仇丧啊 就是今天河南领保北边 追上了驱途通 驱途通命军队列阵坚守不动 斗崇再次打出了心情牌 驱途通的儿子驱途兽 去前去劝狱 驱途通远远的对着他儿子 破口大骂 此贼何来 昔日与你为父子 今日与你为寇仇 随即下令左右 弓箭手势射杀驱途兽 眼看着一场恶战 是一触即发 桑险和策马飞奔到阵前 对驱途通的步众高喊 京城已经陷落 你们都是关中人 离开家乡 有能去哪啊 桑险和这句话 立刻就产生了令人震撼的 驱途通的步众 互相看了看 然后齐刷刷的放下了武器 驱途通彻底绝望 他下马跪地 朝东南方向 一下又一下的叩拜 私生哭喊道 臣立驱之子 非敢复国 天地所支持 神兵共建 随后驱途通被押击到长安 立渊大喜 对他极尽的礼遇 并当即任命他为 兵部尚书封蒋公 兼任秦公元帅府长使 秦公就是李世民了 随后呢 李渊就交给驱途通一个任务 回河东 劝降他的部将姚军素 驱途通带着复杂沉重 而又万般 无奈的心情 这就来到了河东 在这样的情形下见面 这两个大男人忍不住相对而弃 替泪占金 驱途通说了说 我军已败 而今一旗所指 天下莫不响应 事事如此 请当早降 以去富贵啊 姚军素悲愤莫名 恭为帝国大臣 属上将关中 托付于公 戴王更倚仗名 保卫社稷 您怎能偷生投降呢 甚至还替别人当说客呢 供所称之马 就戴王所赐 供有何面目称之 驱途通都哀叹道 哎 军素 我是离屈而来啊 我实在没辙了 是不是 我打打不过人家 人家把我的兵都给收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姚军素说了 而今我力由未屈 你何必多言 我还没到你的程度 你不用再说了 驱途通是惨怂不已 只好黯然离屈 驱途通无功而返之后 李渊军队加紧了 对河东城的警攻 姚军素决意死守 其实道路断绝 姚军素为了把整个 关中于河东的危机形势 告知东都朝廷 只好写了一份奏表 然后命人造了一只木鹅 哎 你说古代人真是啊 实在是没招了 就用木头顺水往下飘 你知道吗 把这个奏表挂到鹅脖子上 最后让木鹅顺流东下 木鹅飘到了河阳 被守军给拾获了 交给了东都的岳王杨童 杨童渐信是叹息良久啊 于是以朝廷名义 拜姚军素为金子光露大夫 命人走小路 将任命状送到了河东 你就开了个空头支票 后来呢 东都守将庞玉 黄浦吴义等人呢 归降了李渊 突经河东时 也曾一再对姚军素呢 是小以利害劝他投降 可是姚军素始终不为所动 再后来 他在昌安的妻子 又来到了城下 泪流满面的对他说 随势一亡 天命有数 郎君何必自苦 自取货败呢 姚军素在城堂大喝一声 天下是非 妇人所知 随后亲手 搭弓上剑 一剑射出去 他妻子是应生而倒 死在了自己丈夫的手中啊 姚军素知道隋王朝气处已尽 美谈及国事必煽人类下 对战士说 我是皇上的翻尘旧敌 雷蒙讲觉 今出于君臣大义 不得不死 城中粮食还可支持数年 等吃完了 天下是也尘埃落定了 倘若随是父王 天命有归 我当自断头颅 赋予周军爷 姚军素情愿为隋王朝首节尽忠 可他的部中 却不甘心成为隋朝的殉葬品 他们一直想叛逃 可姚军素军纪严明 且统御有方 所以将士们一直找不到机会 河东城就这么坚守了一年 有余到最后 江都传来杨广被杀的消息 而城中的粮食也快吃光了 每天都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 部中们人无可忍 不得不杀的姚军素 是开门投降了 也许姚军素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也许在他的眼中 富贵和生命并不是一个人 最重要的东西 比他们更值得捍卫的是 人的操守信念和价值观的 为了捍卫他心目中的君臣大义 姚军素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来献祭 对我今天我们的来讲呢 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愚忠 一种毫无意义不可救药的愚种 可是呢 就像我们不能以姚军素的君臣大义 去要求并且责备驱都通一样 我们也不能用 使食物者为俊杰的标准 来评价姚军素 当然了 像姚军素这样一个 不得人心大事已去的 旧王朝殉葬的做法 固然不值得效仿 但是他用于捍卫信念的 这种精神本身 却值得我们崇敬和仰望 毕竟他的心中 有一种高于富贵和生命的东西 其实不管这样的东西是什么 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在 人性的高贵和尊严 就能在苦难和死亡面前 傲然挺立 怕只怕世上的人们 丧失了这样的东西 并且还以丧失这样的东西 为荣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与其说姚军素是一个 旧王朝的殉葬品 还不如说他是自身信念的殉葬者 这种人 不应该被历史遗忘啊 大爷十三年最后的那些日子 丽渊的势力在继续的扩张 南面的巴蜀地区已经完全归附 而刘文静向关东 同关以东进军又大有斩获 短时间内 鸿农心安以西的土地成意 全部纳入了丽渊的势力范围 大爷十四年正月初一 随公帝杨幼下诏 唐王丽渊可以见旅上殿 赞败不明 也就是说从此李渊上殿 不需要解下配件 不需要脱靴子 奏事的时候 不需要由侍臣唱鸣 中国历代权臣都曾经拥有过这种特权 远的不说 隋文立杨坚在串州前期 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新年的第一天 李渊被授予 或者说攫取了这种特权 这似乎表明李渊已经向不远处的那张皇帝宝座 又迈进了一步 同时也等于说 他向天下人发布了一则政治预告 隋王朝 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正月二十二 李渊命世子李简城为左元帅 秦宫李世民为右元帅 率周路兵马十一万人进军东都 二月初四 李渊再命太常青郑元寿 进军南阳军 命左领军司马马元归 进军安禄军 即京乡地区 大业十四年的日历刚刚掀开 正在热火朝天敬竹 隋鹿的这四方群雄辩 不约儿童的感觉到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 他的实力之雄厚 声势之浩大 发展之迅猛 让所有参与主路的选手的暗暗的捏了一把汗 他们不约儿童的想到了一个问题 下一个出局的人 是谁呢 公元618年呢 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 因为这一年的隋朝天下又不下 二十个年号 并且很可能呢 还是一个不完全统计 这年首先是隋阳帝阳广的大业十四年 同时也是隋公帝阳幼的一宁二年 稍后呢还是唐高祖里渊的武德元年 此外呢 东都的岳王杨童也在这一年 被王世冲等人拥立为帝 所以呢又称为皇太元年 还有呢 这些大大小小的草头王们 对这一年有各有各有的叫法 隆熙的秦帝薛举称秦兴兴二年 河熙的梁帝离鬼称安乐元年 马义的定阳天子刘乌州称天兴二年 朔方的梁帝梁氏都称永龙二年 河北的夏王窦剑德称武奉元年 魏县的这个许帝宇文化级呢 称天兽元年 江南的梁帝萧县呢 称这个名凤二年 东南的楚帝林世宏称太平三年 你这是多乱的是吧 然而呢 不管这一年有多少个年号 历史最终只会承认其中的一个 换句话来说 这些如同雨后春笋样冒出来的年号 注定要一个接一个被淘汰掉 而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 就是杨广的大业 大业十四年 杨广五十岁 知天命之年 杨广现在的天命是什么 是吉时行乐 既然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那么除了吉时行乐 除了不停的用酒精和女人来麻醉自己之外 杨广还能做什么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 管他明朝酒醒何处来呀 这就是杨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身体力行的人生哲学 他在江都的离宫里边 开辟了一百多座精致的别院 每一座院落都美轮美奂 而且美女常住 美酒佳肴常备 杨广每天让一座院乐做东 然后带着萧皇后和宠幸的这些个嫔妃们 一院一院的饮宴作乐 天天和他们一起喝的是鸣丁大醉 杨广通晓天相 并且喜好无语 说某一个春天的晚上啊 华之春满 天心月圆 杨广和萧皇后坐在璀璨的星空下 静静的阳观天穷 突然杨广 催然一笑 外间大有人屠奴 奴就是我嘛 是吧 然奴不是为常成功 就是陈叔宝 庆不是为沈后 就是陈朝皇后 沈悟华 且共乐盈儿 是啊 星光如此美丽 岁月如此静好 阳光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人生何方长醉 悲众自由乾坤呢 山河破碎又如何 设计父王又怎样 只要能像陈叔宝一样 保有绝路和富贵 只要美女美酒和美景 藏在眼前 他这下半辈子 都可以过得与世无争 自在逍遥啊 然而最让杨广满意承受的 是再怎么烂醉 他也有醒来的一刻 公元618年的春天 在半梦半醒之间 亮呛行走的杨广知道 在自己的生命中 不读快乐 变得越来越珍贵 就连感伤 也变得越来越奢侈了 于是就有了另一些 夕阳西下的黄昏 许多工人看见 他们的天子 穿着短衫 拄着手杖 像一个飘然一世的 行音诗人一样 独自游荡在 雕梁画动的 亭台楼阁之间 一遍又一遍地走 没有人知道 杨广是想把这些 良辰美景 深深地烙印在心间 那么 杨广最终的结局 又是如何呢 李渊又在什么时候 撑的地呢 雨之后是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